他可能会投资30亿美元的投资 但他告诉我这些资料 所以我预告我会不会告诉他 美国总统川普 上周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在白宫宣布 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 在威斯康辛州设厂 不过一生都是细胞的川普 不便在白宫对中小企业领袖演说时 坚持强调 他已经废止许多不利企业的法规 美国股市不断创下新高 失业率降到了16年来的最低点 前面铺了这么多梗 就是为了说懂啊 你昨天看到Foxcon 他们会花10亿美元 但他是一位我们的大企业 所以他告诉我 他认为他可能会花30亿美元 他可能会花30亿美元 但他告诉我 我认为他不会告诉他 可可 川普答应郭董不说 要在全世界面前公开 郭董在价值不投资 都不行了 国际东西 郭董穿大袋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